这是一场跨越年龄的爱恋 17岁少女爱上了中年大叔 已经45岁的她 要如何接受一个少女的爱 虽然年龄从来不是限制爱情的理由 但不可避免 在巨大的年龄差面前 这份爱注定无法平静 故事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17岁的少女小菊是一位高傲学生 在很多人眼里 她是性格高等的女神 可实际上 她只是不善于表达感情罢了 但她也有属于自己的骄傲 那就是跑步 年轻的她便是学校田青社的王牌 可以自意外导致根间断裂 她需要很长时间的修养 从小到大的梦想随之捧面 她陷入了无尽的迷茫 而在一次避雨的时候 那隐瞒的情绪却被一束光芒照亮 大叔的出现给予了小菊莫大的安慰 她用独特的方式鼓舞小菊 看见眼前这个中年大叔 小菊的内心竟无法控制地想要接近 为是为了还能见到大叔 小菊利用课余时间 来到这家店坚持打工 只要深度了解之后 她在这大叔是一个特别糟糕的男人 她不注意形象 被大家公认是无可救药的男人 四十五岁还没有升职 其他服务员只是觉得大叔性格落落 但小菊仍旧对大叔是一见倾心 可得知她已经有一个孩子以后 小菊明显变得沮丧 但是听说她已经离婚了 小菊的眼睛再次有了光芒 休息室内店长陈一搭在了椅子上 小菊努力抑制自己 可最终还是拿上了衬衫 把头埋了进去 恰逢店长进来 小菊立马把衬衫留在了椅子上 静止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漫不经心像没发生一样 她猜不透大叔的内心 也没做好真正的心理准备 可殊不知 大叔也有七行六欲 她也对小菊做出过幻想 喜欢小菊的少年 急着来到她的身旁 而在窗边抽烟的大叔 有了每一刻幻想 站在小菊身旁的是自己 但她马上就阻断了自己的瞎想 想要小菊手机号码的急着最终 还是扑了个空 小菊的亲人和同龄女孩各个不入 在其他少女都在谈论学校 那年轻的学长有多么迷恋的时候 小菊却迷恋上了一个中年大叔 隔天小菊被学妹拿去指导运动员 他们运动的场景 让小菊触境生情 想起了当年自己被迫离开运动场的伤心事 而这个时候 天空也下起了小雨 小菊立着雨一路往回走 在度过餐厅时 她静止地来到门前 而店长也在这时候打开窗户 看到了她 随着暗恋的情愫越激越多 小菊没有听大叔的话 进入闭语 而是在门前大声地说出 我喜欢你 随后便静止着离开了 只有下大叔 呆呆地能在原地 隔天大叔一直都在考虑 怎么避免于小菊的尴尬 但是小菊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和往常一般 这不得不当大叔怀疑昨天的告白 是不是恶作剧 而这个疑问 她很快就有了答案 因为小菊再次来到大叔身后 向她告白 三番五次的主动 大叔也清楚小菊 不是在开玩笑 她私情想后 决定不能让这件事就这么搪塞过去 随便提出了送小菊回家 结果却被她带到了一个大树下 恍惚间 大叔好像又回到了自己懵懂的岁月 面对上司的告白 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现在大叔不能因为冲动 而害了小菊 因为他无法想象 其他人看待他们的眼光 会误会成妇女 会把小菊当成小三 虽然这些小菊都不在乎 可除了社会的眼光 代沟 爱好 等等都是问题 小菊的这份爱意 或许过于沉重 为了缓解尴尬 大叔不知所措的开玩笑说 可以尝试约会一下 或许小菊就会自然而退了 结果却被小菊当真 抓住机会 从这之后 小菊上课的时候 一直无心学习 在课本上涂鸦着大叔的模样 结果却被同事加赖 发现了这个秘密 加赖也喜欢着小菊 甚至还会想出 不可描述的画面 为了请求加赖保守这个秘密 小菊不得不答应了 加赖提出的约会邀请 他没有尽心打扮 而是一身普通服饰赴约 整个约会下来 小菊的表情没有发生过变化 加赖也始终得不到小菊的喜爱 于是出言不逊 他表示小菊与大叔根本没有未来 但小菊早就无受控制了 他没有过度的在意加赖的话 完成了与加赖的约定后 便急忙离开 而当到了与大叔约会的那一天 小菊紧心打扮 穿个白色裙子到来 看了相同的电影 来到了相同的咖啡厅 与上次的敷衍不同 拿铁的苦也能品尝出甜 看过的电影带来的无聊 却也是幸福的 而苦涩的咖啡 却让大叔再次想到了 自己懵懂的岁月 他似乎真的心动了 这种感觉很美妙 被人认可 被人喜欢 只是当他看到周边都是年轻人的时候 自己突然显得格格不入 迷茫付款 就想了逃离 他生怕这场约会再不结束 就该是自己控制不住 对爱的向往 看了小菊迎方而战的身姿 那没得一塌糊涂的年轻羊帽 大叔必须控制自己回到现实 一天的约会就这样过去了 在大叔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菊鼓起勇气 抛开成见 不过他的目光 只为深情的新闻在大叔的脸颊 不过小菊最终还是没能迈出这一步 他能处站在原地 注视着大叔 走向车站 离开了 这次约会没有改善两年的关系 似乎一切都与以前没有区别 不过小菊对大叔的渴望 似乎变得更加强烈 看到其他同事与大叔积极地交流 他就像自己的东西被人抢走一般 这种感觉很不好受 他决定要更加了解大叔 于是从他的孩子 拥夺口中得知的大叔 喜欢看文学书 所以他也跑到了图书馆 结果却遇到在这里读书的大叔 小菊一心想要了解大叔更多 可他的步步紧逼 竟让大叔有些喘不过气来 于是大叔终于在休息室里 说出了一句 你 又想了解我什么 低沉的语气 让整个气氛压抑得很 隔天大叔突然没有来电影上班 从阿姨口中得知 大叔好像病了 今天的雨很大 没人看到大叔的一天 小菊恍恍恍恍地度过 加来告诉小菊 不要逼他太紧 想到之前大叔说的话 下班之后 小菊便冒着风雨朝着大叔家赶去 生病的大叔听到门银声响起 整个人突然有些烦躁 但最终还是起身 打开了门 映入眼帘的是小菊正在门外 伴随着风雨飘摇 大叔整个人都愣住了 心中的那份向往 也开始动摇 而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感情的小菊 只能趴在桌子上询问着 他的小心试探 也让大叔产生了一丝怜惜 恰恶无力停电 在这阴暗的环境下 这一刻 大叔的内心终于无法抑制 他必须承认自己心动了 如果他还年轻 他会毫不犹豫地扑向这份爱情 他一直以来的压制 或许是在意社会的目光 但其实更多的是在担心 伤害到这个17岁的少女 不过 这一刻 他控制不了自己了 伸出手拥抱住了小菊 但是像这份感情 明明为爱 未免也太过轻浮 所以只在这个瞬间 大叔享受了这一份爱恋的美好 但美好终究是转瞬即逝 随着东光亮起 大叔的思绪 也被拉回现实 感冒以朋友间的拥抱 借口推开 而晚上的风雨 让小菊也感冒了 但比起大叔的一生朋友 更让他心碎 而大叔也被自己的想法 搞得不知所措 隔天上班一直仿佛强调 两人是朋友关系 但小菊相信只要自己努力 即便是朋友 将来也可以发展成恋人 所以能够互相发短信 已经让小菊感到很高兴了 接下来便开始以朋友之名 接近大叔 让小菊对大叔的爱慕终究 无法隐瞒太久 之前一只很好的同学 加田津社队友小五 也发现了小菊 暗恋大叔的行为 两人一开始关系很紧张 可小五一直想要 走进小菊的世界 去了解他的一切 但是性格寡淡的小菊 总是一副巨人千里之外 事实上小菊 也在关注着小五 当初的队友发的朋友圈 他一直都在关注 两人在一次下日记游玩 试图找回从前友情时 却偶遇的大叔 看到小菊那许久 未在自己面前展露的笑容 小五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生气地质问小菊 他想要更多地了解小菊 但小菊的一句话 让小五列流满面 转身离开 现在小五取得了他的位置 成了田津社部长 只要看到小五 他就会想到跑步 那份被搁置的梦想 会让他变得很难受 之后的几天 恶人其实也想着对方 可却没有再主动靠近 因为最近田津社里 有一个叫苍田的运动员 创造了新纪录 已经几乎快要打破了 小菊当时留下的纪录 知道小五心里很不识滋味 据说桑田曾经也是伤到了跟腱 经过康复后 而重新站到了赛场 可小菊在得到医生 很好的治疗后 出于心理因素 他并不打算做康复训练 但实际上 他对跑步的热爱极为强烈 当小菊知道 有一个运动员的经历 和他一样后 小菊身体一颤 而他们两年的对话 正好被忘记拿东西的大叔 在门外听到 为此大叔早就询问过 跟腱断裂后 是否还能继续训练 而得到的回答 自然是可以 一晚回去 小菊就就不能入睡 拿出了运动鞋 看得良久 他果然 还是无法忘记天津舍 第二天 小菊还是像往常一样上班 甚至大叔决定空出下一个月 让他去找点喜欢的事情做 看着自己没有被安排工作 小菊很是生气地离开了 走在雨中没有撑散 大叔也陷入了沉思 不知道该怎么劝他 而小菊总是摇摆不定 同样大叔也在为一件事为难 从总学时期 库外文学的大叔 就和好友千询 一直在追寻着写作 而如今好友千询 已经成为了知名的畅销作家 而自己因为忙碌生计 不得不把写小说的事情搁置了 虽然自己也有许多的文稿 但都是半途而废 并没有写出净自己满意的作品 这天天群来到自己的家里 他们一起回忆着以前的往事 各自缩着自己的梦想 以开玩笑的方式讲述着 但大家都知道 这是曾经自己对自己的诺言 而小菊的出现 让大叔感觉自己仿佛会到了年轻的时候 自己也不是那么的垃圾 那么的失败 起码自己还有人在心上 他总是自讨自己是中原垃圾 可这只不过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罢了 一个人把失败长刮在嘴边 是因为他不甘心接受失败 最后大叔的儿子来到了店里 别扬上贴着双壳贴 拿着田径训练留下的拔痕 他和爸爸约定好 做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半途而废 于是就请求小菊帮自己训练孩子 大叔表达了感谢 并告诉小菊 不要忘记了当初 自己给自己的承诺 而准备去总部接受培训的大叔 又忘记了自己的笔记 小菊看到后抱着笔记 看着对面马路大叔的样子 眼前晃过的当初和小五参赛的画面 还有自己摔倒后的场景 对于田径 他始终无法挽怀 就在奔跑的时候 他才能卸下所有 向着向着 小菊慢慢地跑了起来 来到店长面前 把笔记交给对方 本来有话要说的大叔被个电话打断 小菊转身离开 可大叔看到了小菊离开的背影 心思也打乱了 在挂完电话以后 喊住了小菊 小菊突然转身 飞扑到了店长怀里 等各自实现当初的诺言的时候 一定要第一个通知给对方 就这样 小菊给小五发送了一条短信 他还是要回到田径社 开始向以前的梦想出发 而大叔也从事信心 开始写作 这份恋情注定没有结果 但也正如片名《恋奴于止》一样 这份爱恋起始在于 当于停止的时候 编织这份爱恋的落幕 年龄当大叔失去的起始 是不顾一切的能力 这是一部我真心推荐各位 一定要去观看原片的李志帆 许多人会以为是个GK炮大叔的地属故事 但全片看完 相信我 你能感受到的只有美好 17岁爱上45岁大叔 这一点都不突兀 这是关于爱恋 以及友情的完美叙述 谁知这份感情 到底称得上爱吗 还有待思考 就像大叔自己说的 如果把小菊的感情 称作恋经 那么未免有些太过轻薄 这或许不是纯粹的爱 而是爱恋 一个迷失自我的17岁少女 在一个中年大叔 用自己的爱护指引方向 爱究竟要如何定义 这从来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但大叔的行为 是能够让人心生软意的方式 而大叔对小菊的感情 则充满复杂 与小菊的爱恋不同 这其中有对女孩心意的珍惜 有被欣赏的喜悦 还有被激发的自残心慧 没有结果的结局 就是最好的结局 未能相恋的两人 却得到了相恋后 才能得到的激励 这样的遗憾很美 都关于大叔和小菊的好友 千寻和小五 在描述男女主的情感之外 反复比较着两者的友谊 千寻和小五 都是主动修复友情的一方 经历过社会沧桑的大叔 主动配合 和小菊却摇摆不定 这就是巨大年龄差距 带来的差别 但幸好 他们最好的朋友 都没有离去 大叔看着小菊 会忍不住说出 年轻真好 将外小菊看着大叔 会忍不住说出 成熟真好 人生还有许多期待 对自己 对未来